第2世紀生我叫Jonas 那今天就讓我來介紹一下學校的環境 那跟著我一起走吧 那要介紹的是學校的庫告欄 那我們庫告欄子會上面公佈說 每天上課的時間 這邊是我們課後的活動 那比如說星期一的話是瑜伽課 瑜伽二的話是舞蹈課 那我們上課後活動的地方 會在於後面我們的cafetaria 中午是可以在這邊吃飯的 那課後活動呢也會在這邊 學校每週都會有放映電影 那放映電影的時間會公佈在上面 那也是在後面的cafetaria 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學校給每個同學的福利 也是學校照顧到各位同學平常的課後時間 這個是與學校有合作的四星級的飯店 那每週呢都是可以領取一張的游泳券 跟健身房的使用具 這是我們學校為每喜歡籃球的學生舉辦的籃球比賽 每個月都會舉辦一次地點站宿物的sport center 那這個活動呢的特色是 會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起打籃球 然後與其他學校的同學們一起接觸籃球的球技 那有興趣的同學都會來照顧到 明晚呢這些活動之後是不是很心動呢 那期待同學們一起加入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一對一的教室 那每個學生呢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況 或程度對老師做調整 溝通想要學習的課程 那讓我們進去參觀一下吧 現在帶大家來參觀的是我們的餐廳 那我們餐廳都是散散在這邊供應 那跟著我們一起參觀一下吧 看完了學校的環境之後 甚至對學校的環境有一定的了解呢 那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失去我們的粉絲專頁 與我們做聯繫 那期待在3D見到你們喔 掰掰